一个23岁的年轻人 靠着自己的女人来养活自己 居然还说出这样的话 脸上一点羞涩感都没有 所以我看你根本不会弹琴 活到现在你一直在乱弹琴 视频中的这位小伙名叫小和 那么他到底做了什么被土壘这般痛制 事情的起因还要从小和本身说起 你愿意为他放弃钢琴吗 不愿意 就他如果一定要求你要这样做 你会放弃吗 我不会放弃 那就是还是选择钢琴而不选择他 因为我觉得我只会弹琴 其他的我什么也不会 这位只会弹琴不会其他的小伙 是一名钢琴教师 他的梦想是加入乐团盼望着 有一天能功成名就 为了自己的梦想 他每天只沉浸在钢琴的世界里 对女友不管不顾 没有一点责任心 并且在两人相处的这段时间里 小和吃了三年软饭不说 还和另一位女孩有着暧昧不清的关系 所以女友小黄 对这个既不负责任又不专一的男友 大事所望 无奈提出了分手 可男友小和却不想放弃这段感情 所以找到节目组寻求帮助 希望通过老师们的调节 让女友回心转意 那么两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结果怎么样 想要知道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咱们还得从头说起 是一个学校 但是不同专业 他学钢琴的 我就学声乐的 怎么就变成了男女朋友的呢 我们不是在琴房里面练琴吗 他就被我的琴声吸引到了 那时候我就真的特别喜欢他 弹琴的样子 很认真 很专注 然后是你追的他 是吗 是 追了多久啊 两年吧 23岁的小黄和男友 是在同一所学校相识 并且还都是音乐系的学生 种种的巧合 让这位姑娘一眼就看上了 这位有才华的小伙 经过两年的追求 最后终于和这位 仰慕已久的男生终成眷属 毕业后 女友小黄不顾父母反对 坚持留在天津和男友一起打拼 男友找了一份 钢琴代课老师的工作 而女生则因为没有对口的职业 只能放弃音乐梦想 做一名销售 可后来小黄发现 男友的这份工作 不但挣不到几个钱 还好是懒惰就知道练琴 把所有的家务和经济来源 都压到女友小黄身上 即便是这样 女友小黄也没有任何怨言 只希望男友能专注练琴 完成她的梦想 可事实上 小和并不仅仅是练琴 而是在这过程中 认识了另一个女孩 这个女孩同样和小和一样 都是对钢琴有着深度爱好之人 两人经常在一起讨论音乐 彼此之间也有着聊不完的话题 所以女友小黄认为 两人很有可能擦出爱情的火花 那女生说她不高兴了怎么样了 然后她就弹一段钢琴的小视频 就路过去发给那女生 就哄她开心 然后那女的说她生病了 她就问人家 吃没吃药喝没喝水 对另一个女孩关心体贴 反之对女友却是冷漠无情 就在女友生病那次 本想着让男友陪陪自己 可小和却以练琴为由去了琴行 这一走就是几小时 独自一人发高烧的小黄 只能待在家里无人照顾 这种反差巨大的态度 令小黄瞬间心碎 她一走就走了几个小时 那时候她关门的那一刹 那我心都碎了 我从小我就一直都在练琴 我爸妈对我的期望非常高 我就觉得我不能辜负我爸妈的期望 但无论怎么样 也抵挡不住小和对钢琴的热爱 因为她从小就喜欢弹钢琴 爸妈也对她抱有很大的希望 所以小和只对钢琴 和喜欢钢琴的人感兴趣 而那个陌生女孩 自然也就成了小和的之计 而且她真的特别听那女生的话 那个女生让她考研她就考研 我让她干什么她就不干什么 这些乱七八糟的男女之事 咱暂且不提 值得一提的是两人当下的情况 其实毕业于音乐系的两人 都有自己的梦想 小和的梦想是要苦练钢琴加入乐团 而女友小黄 则是想成为一名声乐家 但步入社会后才发现 所面临的生活困境 才是眼下最主要的事 所以人家小黄 为了生活不得已 暂时放弃音乐梦 找份赚钱的工作 待一切稳定后 再实现自己的梦想 可小和却依然活在幻想当中 不顾生活中残酷的现实 宁可吃软饭 也要苦练钢琴 就这样 一直被女友养了三年之久 女友小黄为了实现男友的梦想 也坚持了三年多 他在那待课吧 那老板给他安排多几个学生 他不乐意 他说这样耽误他练琴时间了 因为我练琴我是有目标了 我想是自己想加入爱与乐团 所以爱与练琴的原因 即便是有更多赚钱的机会 小和也不会去努力 而是一直把梦想放在第一位 同样身为音乐系的女友 则是为了实现男友的愿望 不惜放下身价做一名销售 以此来养活这个价 但问题是三年过去了 男友小和到目前为止 除了在学校期间拿过一次奖 之后就再也没有什么成就 现如今只知道练琴 再就是和那位陌生女孩搞暧昧 除此之外就别无其他 所以这让坚持三年的女友小黄 再也没有信心支持男友 而男友却想让女友 再给他两年的时间 虽说为了实现梦想 苦练钢琴没有错 但即便是这样也要看清现实 因为23岁的小和 已经不是当初在学校学习的那个他 现如今步入社会 首当其冲的是要为了生活而考虑 可小和却像个没长大的孩子一般 依然活在幻想中 这对于一个为他付出三年的女生来说 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因为我也是学音乐的 我是学声乐的嘛 我虽然没有他练的时间这么长 但是我也很喜欢我自己的专业 我也有练了六七年了 但是因为维持了我们这个小家 我只能去找那些 来钱快的那种销售工作 谁都有梦想 谁都不想活得那么卑微 但是为了生活女友小黄 却能面对现实 反之男友小和 则是躺平生活 所以小黄唯一的心愿 就是想让男友回归现实 先把工作稳定下来 再谈理想 起码帮他分担一些家务 也能让小黄心里得到一些安慰 可作为一个对钢琴着了魔的人来说 已经无法回头 宁可选择钢琴 也不想为了他坚持三年的女友 做出任何改变 你愿意为他放弃钢琴吗 不愿意 就他如果一定要求你要这样做 你会放弃吗 我不会放弃 啊 纷纷对这个不负责任的男生 做出批评教育 你说你除了钢琴什么都不会 我特别的不爱听 因为这个男人 他完全没有进入到现实生活当中 他还活在他的那个 小时候妈妈让他练琴的那个世界里 嗯 你爱的真的只是一个他的梦想 只是一个美丽的泡影 三年的爱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泡影 所有的付出也只不过是为了别人的愿望而努力 女生这么执着的爱结果却换不来一点回报 所以这种自私自利的男生 还有什么理由值得去爱呢 为此图老师也非常气愤 同样把这个男生训斥一顿 任何一个女人是不可能跟你长时间在一起生活的 一旦长时间生活了之后 你的那几斤几两就显露出来 一个男人在情剑上剑齿如飞 哎 好有魅力 但一旦离开了钢琴 回到生活当中的时候就暗淡无波 甚至会说出 我除了谈情之外 什么都不会的这样的话 那你觉得这样的男人还应该爱呢 其实一个男人有才华一定是值得女生吸引的 但是才华仅止于崇拜和欣赏而已 并不能把这份才华当作爱来经营 真正爱一个人是爱他才华背后的那颗心 然而这颗心就是责任心 所以说面对这样一个既没责任心 又不值羞愧的男生当然不值得去爱 但如果非要把这份才华加上一个句号的话 那也只能说23岁的小和在这些年来一直都是乱弹琴 只有那些怀揣着才华 在生活当中虽然艰难度日 虽然不会做家务 但是尝试着努力地去履行一个男人的责任 有一只一颗羞愧之心的人 我认为他才会对音乐有真正的理解 才有可能弹出不朽的作品 但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男生 一个23岁的年轻人 靠着自己的女人来养活自己 居然还说出这样的话 脸上一点羞涩感都没有 所以我看你根本不会弹琴 活到现在你一直在乱弹琴 要说到音乐 其实图老师并不是专业 但即便是不专业也知道 音乐和生活是密不可分的关系 只有那些真正懂得生活的人 才能把音乐的精髓体现出来 才能演奏出不朽的作品 而小和却只懂音乐不懂生活 这种状态怎么可能弹出更好的曲调 即便是弹出来也是一首没有灵魂的作品 所以无论是生活也好音乐也罢 这其中最重要的关键就是用心 反之就是乱弹琴 那么事已至此 这位抱有远大理想的钢琴狂魔 到底能不能体会这其中的含义呢 他会为女友做出改变吗 接下来看结果吧 我现在我已经知道了 我现在应该回到现实当中 以后我会努力的挣钱 我会和你一起负担家务 我今天我真的知道自己的不足和自己的错 你原谅我行吗 可是你现在什么都不会啊 我可以慢慢学啊 算了吧 庆幸的是男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但不幸的是女生并不想给他机会 所以结果可想而知 小黄决然选择离开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无论你有多大的理想抱负 首当其冲的是要懂得生活 要有责任心 这样才能让你爱的人吃一颗顶心丸 而这样的机会也只有一次 因为一旦让对方产生了不信任 那么对方也就不会再轻易相信你 好了 视频看到这也该结束了 关于这对情侣屏幕前的 你对此有何看法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咱们下期再见